还没有吞去吓得燥热,秋天便来了,那些关于吓的蚊子,还没来得及整理,就被遗忘在秋天里。 生命中,总会有那么多的来不及,有些风景,还来不及欣赏,并远去了,有些爱,还没来得及说出口,就已经远走了,有些故事,还没来得及开始,便已结束了,就像习慕容在多年前的诗中写道。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错过,错过了昨天,又错过了今朝,一个人心走在墨上,晚风吹来,已有些凉意,毕竟是秋来了,无论你是不是应,身边那一切,都已改变了心情,换了景,也许人就要学会接受吧。 你不能改变的,就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情,忘记该忘记的,妥贴该收藏的,人生不易,且心切珍惜。 许久了,心中无字,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,内心趋于平和了,对爱情的浪漫,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了。 对友情的来去也淡然了,对生活的起起落落也学会承受了。 光阴,终是成就,到了我的波澜不惊,也许是这一路上走得太忙碌,匆忙中,都来不及触摸光阴的脉络。 于是,就期待着这个秋天,脚不能慢下来,好好的看看风景,秋得沉,真的有些薄凉了,打开窗,便由清风吹进,伸出双手,便要取清凉。 因为这份清凉,有些干扬的气势,早已没有棱角,清风准珠帘,伏长花影间,都是长情,其实生活,百花似锦最好,但终究是要沉静下来,归于平淡,光阴这本书的干节中,春风十里,草木素秋,亦都是生动,想起风子派的那句,不乱于心,不困于情,不灭过往,不惧将来,如此。 于宝梁的世界深情的活着,藏一份凌卵,多一份喜欢,便是懂得,水流月影,一窗阿弦,秋于我是竞技的美,虽然美眼间有岁月的刻痕,更多的是世事动名后的成熟,没有了茶字烟红,也少了绿叶葱龙,但依然是美帝,熟以外优雅的少妇,美眼间少了清纯,多了风营,美的不张不扬, 恰到好处,秋雨随落叶用心刻画着秋的风骨,让时间所有的喧嚣远离,轻易变客触摸到寂静,让秋水长天,又云淡风轻的情怀,也有诗意和远方,秋风吹过之头,把沧桑的枝叶写满了秋的诗航, 如果把四季比作人生,我想秋便是中年,人到中年,心已变淡,从前的时光是鲜艺路马,从前做事可以是天马行空,而今,中世代薄浪,又得了沉淀和收莲,心淡如菊,繁华背后也许会有洛迹,更多的是经历过后的沉淀与厚重,秋天的阳光,给人以温暖, 犹如秋包容的胸怀,其实秋天不只是凋零,也有盛开,秋天开的花,也是随处可见的,它们没有了下花的热烈和浓郁,却透着一种质谱,散发着淡淡的香,如灵魂清香,开的那样的自然,无魅足,没有任何雕琢,开在山谷里,或开在路边,是那样的不起眼,在阳光下尽情的山下着腰枝, 无言的诠释着大自然的物语,给人以力量,默默的盛开,却透着对平凡的感激,和对生命的敬畏,总是觉得,有花,就有美好,活着,且做好自己,就是圆满,时光的匆忙,搁浅了聪裕和绽放,当树叶爱上秋风的那一刻,就注定会凋零,但它是无悔的,因为曾经的凡事,有那么多美好的记忆, 永存在心间,因而它已无反顾,世间有多少爱情的故事,注定会飞蛾扑火,却写下了长相思的结局,又会有多少手道,是隔着一个秋间的距离,空杀松子落,有人因未眠,是谁用多情的笔,将秋天月圆的相思写满,让那些缠绵北侧,就那样跌落在古人的文字里, 眩暖着秋的夜环情思,秋天,应该很好,倘若你能在场,相信每个人的生命中,都会有美好的人,踏着悠悠暗想而来,也许当人生岔子烟红,发花盛开的时候,你无法知晓,谁是生命中真正的温暖,而当光阴已老,落花满间的时候, 你才会看清楚,谁才是风雨陪伴的那个人,也许,很多人都可以陪你看烟花顺利,能够陪你看溪水长流道,一生只有那么一人,站在有些凉意的秋风中,看愿啥你就从旅,想象着,这个秋天,又会遇见怎样的人,经历怎样的故事,也许会遇见一朵新年花正开,也许能在桂花树下,采些一缕桂花香, 也许能在一轮出声明月下,遇见看花的那个人,也许会在风红的时候,收集一些温暖,以备秋凉,红尘多芝麻,要走过多少的路,闪过多少风景,方能和那个懂得的人,笑看春山,静笑秋月,我爱过,在那绚烂的夏,我欣喜着遇见,在这多情的秋,生命中,无论遇见谁,都是该有的缘分, 无论会有怎样的结局,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,都该珍惜,就像,玉秋重逢,与你遇见,人生山水,山虫水赋,总会有聚散离合,又和必去温夜的凌落,是树的冷漠,还是风的不满流,驴亭多落叶,看人之已久,四月风烟处,一半温暖,一半饱凉, 这个纠纠,愿你安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